4月11日上午,国内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维权劳动仲裁案件在贵阳开庭。 跨性别者C先生在贵阳一体检公司工作,但该机构因其穿着打扮太过于男性化而对其解雇。 C先生向贵阳云安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,要求认定该起点公司有歧视行为并进行赔礼道歉。 相关专家表示,跨性别者就业难较为常见,即使入职也难免遭受骚扰。 而像此次这样能站在法庭上公开维权的跨性别者非常少见。 本案件仲裁庭将于4月底宣判。 今天的庭审还比较顺利,对方承认有劳动关系存在,也承认拖欠工资,而且也很诚恳地说要付工资,并且说要尊重仲裁庭的裁决。 所以其实我们想通过这个案件唤醒更多的人,尤其是企业,他能够改变一些传统观念,能有更多的包容和尊重。 我觉得这个案子走到今天,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尊重,一个书面公开的道歉。 但是仲裁庭这一块因为不支持我们的那个公开道歉嘛,所以说我们看一下下一步我们还在做。 我也想通过这个案子告诉所有身边社区里的朋友,其实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权利的。 然后我们正好现在推动这个反就业歧视法,然后这个反就业歧视法如果真的通过,我觉得保障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权利, 还有整个同志社群,或者是一些残疾人,或者是一些生育期的妇女。 我觉得这个法案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保障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